Hello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晶器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的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域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能量浴室排卡解读 哈喽 处女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各位嗨 大家好 又来到我们技能量量去排卡解读的时候了 那我们今天呢 一样呢 按照技能量的老规矩 我们会把这个呢 宇宙传讯的部分呢 放在这个影片的最后 那等一下呢 也会来跟大家说明 这一次技能量排卡解读啊 我们会怎么样去安排 好吧 OK 首先呢 第一组能量排卡呢 就是你的四月五月 接下来是你的六月份 好吧 那我们这一次呢 比较特别一点点呢 我们这一次是不管正义位 我都会读 好吧 OK 然后呢 等一下呢 我们会来用这个宇宙的验证排卡 然后呢 会只读正位 然后接着会抽几张排卡 来作为天使跟宇宙 帮你补充的这个讯息 那刚刚由于呢 我准备要进入你的能量场的时候呢 他们告诉我 我洗牌 就是洗一洗 翻错面了 就变成这样子 交叉有正面有反面的 他们说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说 哇 这种做的 我在录这个十二星座 你还第一个是这样子 让我解牌的 好 我们就来看看 等一下呢 到底会解了什么牌出来 好不好 OK 然后呢 顺便给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在2023年的 夏季宇宙小学堂的这个招生呢 即将准备展开啦 所以呢 如果你有兴趣加入我们学堂的朋友们呢 请记得锁定我们各大平台 有最新的消息 我们会来跟大家进行公布 OK 好 那我们就准备来进入这一次的 技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来感受一下 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OK 好 OK 好 呃 处女座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的牌很妙 第一 你盖着牌 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 然后第二 就是 整幅排卡里面 只有一张牌卡是正位 那但是大家也不用害怕 好不好 正位逆位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正位逆位只有 呃 代表我们现阶段能量尝试 这么一回事 OK 我觉得在四月份的时候呢 你分别抽到是两张牌卡是逆位的 因为这样是国王牌卡 跟一张牌卡是 Herafin是逆位的 OK 这两张牌卡逆位 给我有一种感觉 在四月份的时候呢 我总觉得呢 你再试着做一个整顿 然后试着要能够在这个状况当中 不知道把什么一个相关状况人数或关心梦想目标或条件提升 OK 但是四月呢 是有一点像是说还在整顿的一个阶段 所以还没有来到很明确 你能够看到一个结果 或者是你知道说 哎 这个方向可能往哪里走 甚至我觉得四月份 你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能不能成 OK 但是你就是好像想要踹踹看 我们试看看 然后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这两张牌卡同时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这两张牌卡都算是大牌 我觉得里面唯一一个有一点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呢 我会觉得有一些人啊 可能会在旁边说一些小碎嘴的东西 这个呢 我倒是觉得你不需要太特别的去在意它们 因为呢 我觉得你好像在创造什么或建立什么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人家就说啊 这不好那不好啦 就像我感觉你们这边有一部分的人是因为 不知道是跟房子有什么关系啦 然后旁边就有人就会有什么意见啦 可能觉得他自己这样比较好啊 就不用管他们 OK 我觉得你自己很清楚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OK 然后呢 我为什么会说这个很像是一个房子的关系 原因是因为这个国王很像是在建立一个王国 所以相对的很像是一个房子的一个能量场 在那边给有一种感受 就像打造你的国家嘛 有点像这样的一个意象 但我总觉得你这边应该要有一个 水的能量场进来 我觉得你在这边呢 有一点像是说 你在重新打造或创造什么 你还没有一个头绪 或者是可能就觉得还在研究 我也不知道事情走向会如何 但我总觉得你这边应该要有一个 就是水向的能量出来才对 因为我感觉你在这边都是一种很扎实 很扎实的能量 研究这个做那个尝试这个 然后去搜寻这个 类似像这样 就我觉得你好像找很多资讯 我不知道你在干嘛 OK 然后这张牌卡是钱币六 钱币六我会觉得说 这个是你在四月份的时候 你可能会稍微去衡量 就是我要找什么样的资源 我要跟谁合作 这个合作划不划算 然后我能不能得到相对应的报酬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 你这张牌卡是这个钱币六的正位 那他为什么跟这两个呢 是有点像是一个镜面的感觉 这三张牌卡画在一起 我觉得你之所以现在这边呢 国王跟这个 这个应该是教皇牌吧 还没有转正的原因是因为呢 我觉得 我不知道这个心情蛮特别的 这心情有点像是说 我其实势在必得 只是我现在先缓缓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能量才很特别 就是其实我觉得你做得到 这两张牌卡都可以转正位 只是你就会觉得说 没关系 慢慢来 我先缓缓 我知道的 我会走到那个方向的 所以即使旁人呢 有一些碎嘴的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读感觉能量场 不会对你影响太大 那来到五月份的时候呢 你抽到的是 钱币六的逆位 权杖女王的逆位 还有这个恋人牌卡的正位 我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稍微有点眉目了 但是有眉目的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说你也不急 你也不忙 你也不 不是说你不忙 你也不急 你不慌不忙 然后呢 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 我们知道你这个心情 是怎么一回事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讲 就是我觉得你有一种 那句话叫什么 我们形容叫做 很悠悠然 很悠悠然 可以可以 我知道我有在努力 我有在付出 我有在搜寻 我有在架构 我慢慢来 的那种感觉 你就是有点像是 黄沙乌急 急死太监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在四月五月呢 差不多是维持这样的能量之后呢 来到六月的时候 你抽到的是力量牌卡的逆位 跟宝剑六的逆位 OK 我觉得这个力量牌卡 跟宝剑牌卡的这个逆位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觉得 所以你这张牌卡要出来的 刚刚呢 我刚才有讲 你这边都是很硬的东西 对吧 你应该有一个水的东西 但是你这边一直都没有水的东西 只有这个宝剑六是在水里划船而已 你就算在水里划船 你都很理智的在划船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你这一季啊 好像有点像是 稳扎稳打 扎扎实实的苦干实干那种行 OK 苦干实干是要干嘛呢 等这个东西啦 钱必女王 OK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你就是 我不急哦 我不急哦 我不急 我慢慢来 因为我会到这里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在读这很多量 我说奇怪 这个人好像老神在在 不慌不忙 也不急着 看到结果怎么样 因为是在未来 你早就已经看到 你坐在这边很稳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为什么 你这边就算有一个国王牌 有个教皇牌 你都不急着把它翻过来 因为你没有急着 要给别人看 你在想什么 或你的底牌是什么 所以我总觉得 如果在这四五六月呢 你刚好有一个大计划 或者是比如说 你在做一个 什么样的这个创新 或者是比如说 你在觉得说 有一些东西 你想要慢慢来的话 我觉得没关系 你就按照这种步调 因为我个人会觉得 你在四五六月 其实走的是蛮平稳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来 这张牌卡就是 你看哦 你这个整体而言的 这个总结的这张牌卡 是圣杯气的逆位 象征的就是 我刚刚跟你讲 不疾不虚 你不会受这些盘人的影响 你有你自己的步调 你不会受这些 莫名其妙 这些外面的声音 吵杂的这种环境 或者是这种 看似美好的幻想 都不会 逆位的意思就是说 我很清楚知道 我自己在做什么 我不用选择 因为我已经选好了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奇怪 你这能量场很诡异 好像悠悠然的 不知道在干嘛 OK 所以我感觉 这四五到六月呢 我觉得你稳扎稳打 朝向你想要的方向 去前进 然后呢 这边我会给你一些建议 我觉得蛮不错的 你看到的这些 所谓的逆位的牌卡 这边我告诉你 这个我刚刚有在想 四月 你还在衡量 跟谁合作好呢 怎么样去做好呢 会不会得他回报好呢 我告诉你 怎么样把这两张牌卡转正 就是把这些 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都做好 他自然就转正了 OK 转正之后呢 你来到这个五月份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嘛 你不急不许啊 你没有急着跟别人合作啊 你还是可以自己慢慢来啊 或你要跟别人慢慢谈 也没关系的 那怎么样把这两张牌卡转正呢 意思就是说 你不挣扎 这个状况就越来越顺利 因为这个前必二逆位 就代表我不挣扎 权权女王逆位 也代表说 我没有要控制任何东西 所以随波逐流 OK 越轻松 我告诉你 事情会进展的越顺利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一种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OK 那来到六月份的时候呢 你要如何把这个 力量牌卡跟这个保健六转正呢 OK 这个时候才是真正 你要去展现力量的时候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为什么这个前必女王 坐在后面等你啊 你老神在在 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 你呢 越是如此的话 拿起你的力量 在六月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牌卡都转正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 我告诉你 这东西哦 这张牌卡很奇怪 你这张牌卡叫顺水推舟啊 这个东西就这样一直滑啊 滑啊滑啊 然后就滑到六月 然后你就在那边 收成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的 你的能量场很有趣 我很想赶快来看一下 你的宇宙验证牌卡 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进行 什么样的东西 但我希望你在进行 跟策划这些东西 可以一切顺利 好吧 OK 而且我感觉后面还不错哦 有个丰收哦 而且事情会越来越好 然后这边呢 四月份呢 我感觉哦 某部分的处女座的朋友们 你是在为自己打造一个位阶 或一个新的形象 OK 所以我觉得这也蛮值得 你去期待的 OK 来吧 我们来看这个宇宙验证牌卡 那宇宙验证牌卡呢 通常我会建议 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都来看 原因是因为呢 你看 马上讲完就马上验证了 原因是因为呢 有些时候呢 这个宇宙验证牌卡呢 它不仅是来验证 我的这个能量场 还会出现这些重复的牌卡 能够去为我们今天 所做的这些能量场 做一个更详细的一点说明 来 这个就我刚刚跟你讲了 你为什么 这两张王牌啊 要逆位 OK 你看哦 这两张王牌 一人配一张钱币六 OK 意思就是说 在你策划的 不管这个是不是有交所 相关状况 人数事件 或标的物都好 OK 你就是像我刚刚讲的 我在衡量啊 跟谁合作啊 他适合吗 然后我会不会有所回报啊 或者是我觉得这样值不值得啊 这个都是你在衡量的 这就是为什么 这两张国王牌卡 暂时不能翻过来 OK 因为翻过来就代表说 我已经找到契合的这个对象了 我已经找到适合的合作伙伴了 或我这个标的物 我觉得很棒很棒 我要投资它 所以这个就是你还在衡量 所以他们说 这个花一点时间 没有关系的 不要着急 我总觉得 你这个有点像是 怎么讲 不要因为 他们说 不要因为想要赶快看到结果 然后你就很急很急很急 然后真正要稳张稳打的东西 反而没有做好 OK 这个是他们要我提醒你的 OK 那来到五月份的这个牌卡呢 你抽到的是这个女祭司 OK 这个女祭司 我觉得也非常的好 这女祭司在干嘛呢 你看她闭上的眼睛嘛 她不举不徐啊 她就在想 嗯 我怎么样做比较好 我不是跟你讲话 你就悠悠然的吗 就跟这张牌卡一模一样 没关系 我闭上双眼 我与世无争 你们慢慢来吧 然后我就在这边 慢慢慢慢地 飘到我这边 顺水推舟 来到我六月 OK 来到六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验证牌卡是什么 judgment OK 这张牌卡就是指 你得到你应得的而已 OK 你看 你的牌卡很简单的 没什么好跟你解释的 所以我总觉得 你四五六月 虽然看似 运势平平淡淡 但很稳很顺 OK 这个反而是 你要值得去把握的 OK 那来到这边呢 你这个逆位的 圣杯期的 总体的这个牌卡呢 你呢 戳到牌卡是 这个圣杯吧 OK 这验证牌卡是干嘛 你看啊 我就跟你讲嘛 你这个呢 就不急不许地 慢慢走向你的太阳了 对吧 就是不急不许 走向你的太阳了 你的太阳就是 掌握在你的手中 象征的就是一种胜利 象征的就是一种光明 象征就是 你早就为你自己 设定好的方向 所以你不用急 OK 那甚至呢 在这边呢 你注意看哦 这个圣杯期呢 加上这个圣杯吧 你看哦 这个圣杯吧 这边有一个圣杯 上面是有火苗的 OK 其实呢 我感觉这个圣杯吧 就是 我有一种 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圣杯吧 有一种很特别的印象 有一点像说 你以前 已经去淌过一些浑水了 你有经验了 你有过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在这一次 四五六月的时候 其实我会觉得 你看似很像 帅气的背影 向前走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 并不代表 你不在乎哦 因为这个 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跟你讲 其实你里面 应该有一些 圣杯的牌卡出来的 你看哦 你这个圣杯 虽然被你抛下 但里面是有一把火的 你很清楚知道 你要朝向的 那个方向 热情是什么 你也知道 为什么这个圣杯 会被你丢在原地 OK 因为曾经这个泥沼 是你非常热爱的东西 比如说很热爱的对象 很热爱的公司 很热爱的什么 就是反正这个 原本是很好的东西 但它被你留在原地 是因为 你开始知道 如果这个东西 只有你自己在燃烧 而这一台浑水 只会浇吸你的热情的话 那你会选择离开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得很清楚 你就悠悠然的 因为别记事象征的 也就是我是有智慧 在做事跟判断的 我不是糊里糊涂 好像就这样子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 我好像就是 什么臣服啊 放下 不是的 你是有智慧在做事的 OK 所以我会觉得说 你是四到六个月的那样 这张牌卡我也蛮喜欢的 来我再冲一张牌卡 来看看宇宙跟天使 有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充讯息 好吗 所以你做的朋友们 OK 我来看看啊 来 瞧瞧 OK 哈哈哈 来来来来来 这张牌卡你注意看 这是一个北极熊 北极熊是有一个小熊 要跑到他妈妈的身上 对吧 这样OK 这张牌卡给我有一种感受 就是 你知道生一个小baby 比如说我们就把北极熊 象征是一个小baby 其实你知道你现在在创造 在堆叠的 在建立的 在思考这些东西啊 将来它会变成你的一个责任的 所以我感觉 你好像就是有点像是在 呃 怎么讲 呃 准备好你自己 然后呢 培养好你自己 有这个力道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力量牌卡在最后面啊 六月份的时候要翻转过来 OK 就代表说 我已经准备好了 我有这个力量可以去承担这个责任的 或者是 我有能力去做到我自己想要做的这个目标了 所以六月份 可能会变成是说 真正是有一个实质的开始 或者是有一个实质的丰收 或者是你终于向大家展现你真实的模样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 这个责任或这个好运啊 其实是你扛得起的 但是它需要有一点 呃 时间做准备的 那这张牌卡呢 是告诉你是这个龙卷风的这个警告 OK 他们叫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 你知道为什么要有龙卷风的警告吗 你注意看 这几根柱子啊 在这边屹立不摇呢 这龙卷风就卷成这样了 OK 他们叫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人越是先陷在风暴当中啊 你就要能够越稳定 越平静 越屹立不摇 OK 因为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啊 为什么这几根柱子 它都没有断掉 这边还打雷呢 是不是这样说 对吧 他们说呢 当你的内在 更稳固的时候 外在的声音 外在的动荡 都没有办法影响你啊 因为你就会像这个北极熊一样 在北极称王 你甚至还可以承担起 更多的责任 所以我总觉得你这边 我真的觉得你很神秘耶 特别是这个女技师出来的时候 我感觉更神秘 我不知道你在干嘛 我觉得 你你你 我会想听看看 这中语这种朋友们 你们最近在经历 什么样的事情 OK 我总觉得你这四五六月 正在安排的 正在经历的东西 都是让你变得更加茁壮 来到下一个位阶之外呢 而且我会觉得 你有一种 卢卢不动的感觉 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撼动你的那种 很稳的这种 很沉 很沉稳 很沉着的这种感受 OK 所以呢 我觉得保持这样的气势吧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人生 不是一直都要向前冲的 有时候我们是需要 有点刹车 然后平平稳稳的向前走 然后再开始助跑 然后再开始向前冲 所以我感觉 你这一段时间 可能是在酝酿 所以好好休息也可以 好好去打造自己的基地也可以 好好的顺势而为也可以 好吧 因为我觉得这个 敢把这个底牌 翻过来最后一张 是前辟女娃 那就代表 我个人是觉得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进行 这个宇宙传讯的部分 好吧 那我这一次呢 会抽几张牌卡 然后呢 接着跟你做一个解释之后 我们就会透过这个牌卡 来跟你进行一个 传讯的工作 OK 稍等一下 好的 来吧 我觉得初女座蛮好的 有些时候 你知道吗 其实我有些时候 我蛮难以跟你们行动 这个能量场的 Sometimes 就是有一些东西 它只能意会 不能言传 就像 其实我在读你这个能量场的时候 为什么我在这边就跟你讲 这两张国王牌卡 暂时不要翻过来 就是因为你在衡量 有些时候呢 我们在进行一个计划之前 我们不是会做很周全的准备吗 研究啦 然后比较啦 或比价啦 都可以嘛 OK 我会觉得说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跟你讲一句话 就是我觉得你好像 你好像 如果以大人的角度来讲 大人常常会跟小孩讲说 哎呀你长大了 你懂事了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我不知道为什么 OK 我就想跟你这样讲一下 OK 好来 来 看一下 哦来你看 你看我是不是跟你讲 你会变得越来越勇敢 这个就是那个 有点像是怎么讲 像这个北极熊的气势 你知道吗 你呢 会变得越来越勇敢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 你会变成另外一种版本的自己 而且我可以跟你讲 你注意看 这个女生 她头上是有一只蜜蜂了 这就是为什么 会跟你讲稳稳的走 你会走到你想要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 她敢把这个钱币女王放在最后 还敢给你看到这张牌卡 就是在告诉你 不用担心 这四个月 不是这四个月 这三个月 可能走走停停 或走得很慢 但是你都是正在朝向 一个非常稳固的方向 OK 那这张牌卡呢 你看又是女王 坐在椅子上 OK 你看吗 来来来 这就是为什么 我跟你讲 Slow down 我跟你讲吧 顺势而为悠悠然的 你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 去庆祝你自己 OK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你这一季的牌卡 就是有一种 我不知道我怎么形容 这个能量场 但是这张牌卡 帮我做最好的注决 非常感谢宇宙 来帮我进行一个说明 这个就是 你在这边静静的欣赏你自己 我一砖一碗慢慢打 我来欣赏一下 我自己盖的王国 我欣赏一下 我自己做的决定 我欣赏一下 我新买的房子 我欣赏一下 我做的装潢 对吧 是不是 我们没有要急着去拿 所以静下心来 慢慢来 有些时候 我们是要给自己一点奖赏的 享受一下时光 翘着二郎腿 吃着水果 看着电视 不是很棒吗 对不对 OK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你这四到六月 真的就是这种氛围 好不好 所以我就不要再赘述 我觉得就恭喜你 好吗 感觉好像一切都很顺利 我们就来准备 进行这个 这个宇宙传讯的部分 好不好 OK 来吧 OK 来 请稍等我 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你一下 你的量场上面的诚信 好吧 等一下 这边我有一个 小小插播讯息 他们叫我 跟某部分的 这个 处女座海底奥的朋友们讲 你之前 如果正在经历一段 可能 不太舒服的状况的话 他们说 不要担心 这四到六月 就是给你拿来修复的 所以不要急着向前冲 OK 某部分的 你们好像经历 就是一到三月左右 可能在经历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不要急着向前冲 OK 这就是要让你充电休息用的 OK 好 来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了 好 OK 亲爱的处女座的朋友们 你好吗 我们想要告诉你 你那样 不慌不忙的优雅 让我们好生羡慕啊 我们想要告诉你在这一季 我们希望你能够 好好的欣赏自己 原因是因为 我们想要告诉你 你那婀娜多姿 并且风采动人的样子 正是吸引人最好的方式 我们想要告诉你 这样子的状况 以及这样的状态 能够为你吸引来更多的好运 所以好好把握这一季 这一趟非常完美的人生旅行 我们想要告诉你 在这几个月份 请你好好犒赏自己 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出去外面走走看看 别老是待在家里 亲爱的处女座的朋友们 我们知道你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有目标的人 一直想要达到自我成就的状态 可是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好好充电 并且能够让自己好好休息 处女座的朋友们 我们想要跟你说 在前方的丰盛 他不会远离 所以你不需要积极盈盈 向拳飞奔而去 我们希望你看得到的是 像这张牌卡一样 你能够充满自信 并且相信自己是丰盛的 富足的 我们也想要告诉你 你那坚定的眼神 足以让我们看见 你对于生命热情的渴望 所以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如果有一些 不在你生命当中 适合的相关状况人事物 请你试着放手 臣服让他们离去 因为有些时候 当我们放下一些包袱 我们才可以轻盈上路 所以处女座的朋友们 我们想要恭喜你 在这一季度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你 重新找回自己光彩 自信的那一面 我们也想请你 能够在有空的时候 或者是有能力的时候 能够给予你的爱 还有自信 让身边的人 都能够因为你 而感到快乐 幸福 所以处女座的朋友们 不要担忧 这几个月份 是不是就是这样 平淡无奇 那是因为 在未来 更加丰富 精彩 刺激的冒险之旅 就即将 要准备 为你而行 所以处女座的朋友们 好好享受 这几个月份的 悠闲时光 我们在前方 要等待 正你 跟着我们 一起去闯荡 更多 更刺激 更冒险的旅行 所以今天 我们想跟你说 好好地享受 自己这些悠闲的时光吧 在未来 我相信 你会变得 越来越不一样 OK 好的 我感觉 我在传讯息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有点停停顿顿 原因是因为 我有看到一些画面 非常有趣 OK 我看到有一些人 你们在剪那个什么 修剪你们种的盆栽 然后一边哼着歌 这样子 然后很悠悠然 这样子 然后好像也 与世无争的感觉 然后 有些时候会 有点像是初心大意 摔了一点东西 我感觉这四到五个月 我觉得在他们 传讯的过程当中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 你开始懂得 什么叫做享受生活 还有 我会觉得 在这个能量场最后 传回讯息之后 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 你开始觉得 过生活对你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以前你可能 急急营营 一直在经营一些什么 但是我觉得 这一个季度 你突然发现 生命当中 你会重新去排一些 优先顺序 让你自己知道 什么东西 其实对你来讲 才是最重要的 什么东西 它可能是次要的 OK 而且我刚刚在读 这个能量场的过程当中 他们一直有讲说 我们要等你 我们要去前面 很刺激的旅行 你们有发现 重复了很多次 我觉得其实 他们比你还兴奋 可是他们又希望 你这几个月 好好休息 所以 做女座的朋友们 我可以感觉到 他们的兴奋 这种期待感 然后也会 觉得说 好像应该要 觉得说 也不想 我就好像 也有点像是 不想破这个梗 这样子 OK 好 所以 所以做女座的朋友们 我希望 这几个月 你就好好的 自己看着办 OK 好好的休息 我相信 在未来 应该有更丰盛的旅途 在等待着你 好不好 也希望 今天这个讯息 能够帮助到你 那 我也欢迎你 来追踪我的IG 收听我的广播 订阅我的电子报 请记得 如果想要加入 我们小学堂的朋友们 请追踪我们各大平台 我们有最新消息 会立刻公布给大家 也非常感谢你收看的影片 也希望你会喜欢 今天这一支影片 以上就是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 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 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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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